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7月21.0315秒播放流水 4948285C9 EF517 FF04007 0146 B6AF3C970201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 极景科贝尔2比0横测校微首夺王摘到满罐第三罐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XWINDOW DATA VIDEOAR PUSHVB0026CAP8UR IMJHTTP ENOOS GTIMG.COM NEWSLAP LS 04864581926404800 李克士兵 极景科贝尔2比0横测校微首夺王摘到满罐第三罐 时长约2分59秒 腾讯体育8月17日训女子网谈前世界一届塞里纳威廉姆斯透露 他的教练莫拉托格鲁告诫他 如果想重新回去训练 要想改善提高经济水平 就必须先停止 母乳喂羊 尽管母乳喂羊会影响到个人身体恢复的最佳的经济状态 但是作为人母的小微还是毫不犹豫的选择给女儿最好的 坚持了8个月的母乳喂羊 这位36岁的老将说 莫拉托格鲁告诉自己 要训练就要先停母乳喂羊 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 小微采言这种建议 很难去听从一个男人的意见 她不是一个女人 她不明白这种母女之间的联系 对我来说 一天里最美好的时光 就是给她喂奶的时候 我花了一生时光努力 让每个人高兴 仅仅是付出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你拥有维持上帝赋予他生命的力量 你用能力让他快乐 让他平静下来 在你生命中其他时间里 你不会拥有这样神奇的超级力量 尽管小微不想给女儿戒掉母乳 但她也不得不承认母乳喂羊 使她训练变得更为艰难 小微开玩笑的说 我看着奥林匹亚 我这么给她说 听着 妈妈是要恢复身体 所以妈妈现在要停止喂母乳了 我们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交谈 我们都把话说出来了 其实为了重返赛场 小微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她甚至一度主动断了母乳 作为那么深爱女儿的母亲 可以想象这个决定有多么艰难 高龄产妇本来就是非 常危险 而小微天边还要重返赛场 还要向着大满贯在度发起冲击 她一如既往的不服输精神 并未因为母性的光辉 而有丝毫的折损 每一次她都不肯向命运低头 东小麦